人大教授致信汪洋动力习近平,辞去党政军一切职务。 近日,中国人民大学退休教授冷洁府一封信在网上流传。 该信呼吁习近平辞去中共党政军一切职务,以应对国内外危机。 这封属名人大前政治系主任、教授冷洁府的信,落款时间是今年4月29日。 信的题目是,建议习近平主席辞去党政军一切职务,致政协主席汪洋的公开信。 9月16日,采访了冷洁府教授本人,他确认互联网上流传的这封信是他写的,并做了进一步的解释。 人大教授建议习近平辞去一切职务,冷洁府教授在信中,主要提出了三点建议。 一是,汪洋召开中共全国政协主席会议,搞一次政治协商,提出习近平暂退动议。 习近平在当前形势下,必须辞去一切职务,以退为进,这是应对危局的上上册。 文章指,这是因为很多国家要求中共国家主席,对这场瘟疫的流行负责任,并提出350万亿美元的索赔。 他说,问责的后果太严重了,不可预料。 那么,我们怎么应对呢? 我们适合整个世界对着干嘛? 我们绝不承担任何责任吗? 我们此堂,硬顶吗? 我不怕你们世界统一战线。 文章指,极左媒体人摆出一副二愣子的做派,甚至用所谓的爱国主义绑架14亿中国人,一起与国际社会进行斗争到底,直到把14亿中国人拖入核战争。 如果中共中央高层也这么想,那就太幼稚了,对人民对国家太不负责。 这是因为,孤立的中国,面对的是全世界的挑战。 我们没有一个朋友,只有朝鲜那个包袱。 再则,中共的硬实力,目前还比不过人家。 如果打核战争,中共占不了上风,恐怕是万劫难赴。 所以我认为,极左对抗,不是好策略,更不能搞战争。 我们的最高策略,应是让习近平主席以身体不适为由,辞去一切职务,暂时避开锋芒。 人大教授建议中国实行联邦制,第二点建议是,中国应该实行联邦制,才能解决台湾统一问题,少数民族问题,香港问题。 在台湾方面,文章指,因为美国总统川普特朗普的强力支持,统一台湾越来越不可能。 冷教授说,坦率地说,美国总统特朗普支持民主台湾,实际上是支持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。 美国不是我们的敌人,是我们最好的朋友。 美国对中国帮助最多最大,从来没侵占我们的一寸土地。 特朗普总统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总统。 把美国当敌人是历史性错误。 我们要用政治智慧看这个问题,要感谢美国政府对台湾的保护。 为了民族的统一,必须创立中华联邦和中国,用联合政府取代两个政权,是对等统一,非常合理。 他表示,中共如果想继续一党专政,会断送历史机遇。 说得不好听,继续搞一党专政,那只有一条路,等待美国把中国共产党送进坟墓。 文章从政治、经济等方面,谈及台湾民主制度的先进性。 在经济上,台湾的人年均收入是大陆的五倍。 台湾的社会福利世界排名第二,大陆的社会福利世界排名第159。 在政治上,共产党通过内战,建立的是落后的独裁政权,这不很荒谬吗? 在少数民族问题方面,文章指,民族矛盾愈演愈烈,一片血腥,问题出在两方面。 一是自治问题。 中共说是自治,实际上没有自治,是共产党的绝对领导,因为自治区第一把手及党委书记,一律都是汉人,这不能叫自治。 二是在爆发矛盾冲突的时候,中共往往采取暴力手段,开箱弹压。 镇压手段越来越严厉,尤其对维族,杀人太多,引起国际上广泛关注。 民族矛盾越来越尖锐,说明民族自治区这种管理方式彻底失败,必须革新,寻找新的管理模式。 文章表示,世界上解决民族矛盾或地域矛盾的办法,基本上都是走联邦制之路,联邦制是成功的。 中共的民族自治区是个失败,必须停止,由联邦制取而代之。 在香港问题方面,文章认为,也应该采用联邦制解决,才是最高政治智慧。 文章指,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50年不变,50年后也不变,符合香港人的利益,对世界对中国都有益。 为了保持香港的繁荣,应该保持一国两制的政策。 否则,千一发动全身,繁荣难以保持,大陆的战略利益必然受损。 为了大陆的战略利益,联邦制比一国两制好。 冷教授说,因为一国两制是邓小平为了解决了香港回归问题,拍脑门的产物,但留下了性质绝对不同的两种社会制度,融合于一个政府中的许多矛盾。 这种矛盾是你死活的,不可能和谐相处于一个政府之中。 欲众制香港,必须停用一国两制,用联邦制取而代之,废除23条基本法,由香港人成立中华联邦香港临时自治州政府,先独立起来,制定香港临时宪法,恢复昔日自由港的容貌。 要达到此目的,唯有走向联邦制。 冷教授说,第三点建议是,中国目前发展国民经济的首要任务是发展农业经济。 人大教授,现在实行联邦制,也可能迟了目前,中共当局正在收紧言论,如多名知名人士因言获罪,包括红二代,网络大V任志强被调查,红二代,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,被开除党籍,取消退休待遇,清华大学教授徐章润被开除等。 在如此环境下,署名人大前政治系主任,教授冷截府的这封公开信,突然在网上热传,立即引发外界对冷教授安全的担忧。 冷截府教授对大纪元确认该信确实是他写的,但不知道为什么今年四月底分写的信,到了九月份了才传开。 对于自己是否也有安全问题,冷教授表示,自己只是作为一名体制内学者,给当局提出的一个建议,出发点是好的,如果当时采纳了他的意见,不仅对习近平,对国家都有好处,而且自己没有一句话是不尊重人的,都是尊重的。 但冷教授表示,现在他的建议已经过时了,我那个信已经不算数了,时间已经来不及了,形势发展到这一步了,可能联邦也搞不了了。 四月时,在香港、台湾、少数民族问题等方面,都没有现在如此严峻。 当时,香港还没有实施港版国安法,中共七月强行推行港版国安法后,遭到西方社会的谴责与制裁。 在台湾方面,海峡两岸的紧张程度,也没有到现在如此紧张程度。 现在,中共军机、军舰频频扰台,美国也几乎天天派侦察机,抵近中国沿海侦察。 美国也没有派出卫生部长到访台湾。 近期,不仅美国卫生部长访台,连捷克议长也访台。 同时,美国近期还可能派出副国务卿克拉奇访台,美台联合对付中共对台湾的挑衅的局面已经形成。 在少数民族方面,中共也没有在内蒙古强行推行汉语教学。 现在,由于中共强行推行汉语教学,不仅遭到内蒙古人的强烈反对,也遭到外蒙古人强烈反对。 红二代马小丽也领弦签公开信,要求当局立即纠正不利于民族团结的政策,并公开向蒙古人道歉。 红二代马小丽也领红